第三章 求他们周记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 彼得说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的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筷子骨 立刻健壮了 就跳起来 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跳着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神 认得他是那树长 坐在店的美门口 求周记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惊讶 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 拉着彼得约翰 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很觉稀奇 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使这人行走呢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 你们却把他交付彼拉多 彼拉多定义要释放他 你们竟在彼拉多面前 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 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应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让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 见状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弟兄们 我晓得你们做这事 是出于不知 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 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 欲言基督将要受害 就这样应验了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那安苏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主也必差遣所预定 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摩西曾说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 必要从民宗全然灭绝 从丧母尔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预言的 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 也承受神与你们 祖宗所立的约 就是对亚伯拉罕说 地上万族 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神祭兴起他的仆人 就先拆他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个人回转 离开罪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